我们先从这个金华城一案开始讨论起 现在金华城的荣基奖励20% 北俭已经出招了 表示说涉嫌的不法利益高达了100多亿 因此北俭扣押土地获准 当然此举一出民众党的态度是如何呢 民众党直接说 根本就是强扣科主席一个土利百亿的大帽子 而且还说北俭就是鹰犬 所以民众党认为他们是没有办法苟同的 好 前立委郭正亮他认为说 这个是检掉要出杀手剑了 好 现在就是要让你死了心 你就算要盖也不能卖 好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亮哥认为其实就是要看看 沈沁金跟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到底要不要转做污点证人 好 当然呢 针对这个部分呢 当然北俭的动作也是蛮多的 另外呢 在10月4号这一天 也是首度提训了朱雅虎 好 同时呢 也提训了彭正生 现在呢 大家的观察是 随着案情逐渐明朗 彭正生的心情似乎不错 因为呢 被看到他在走下求车的时候 面带微笑 好 不过我们要来看到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呢 倒是现在拒绝提训 因此呢 前立委沈富雄就认为说 哎 柯文哲好像哦 现在有一个心理上的弱点 他如果越怕的话 那么越会无意中点出来 柯文哲现在如果拒绝提训的话 态度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好 针对这个部分 我首先请教一下这个蔡维元 您怎么样看 北俭现在做了这个动作 他的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要逼沈沁金来转做污点证人吗 就是假动作啊 北俭就是找不到柯文哲受贿的证据啊 所以要在图利罪里面做文章啊 那图利罪奖励容积就是图利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全台湾不晓得多少建案 通通要算图利罪 这是目前的北俭所面对的症结 这个症结他们一直找不到受贿 就是说一直想在里面去做文章 你扣押土地有什么意义呢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什么就是不能卖 他照卖给你看 为什么 那是一千多余的一个投资案啊 那这个银行团都还在啊 这是银行借钱啊 你要拖累谁啊 可是台北市政府现在说了 不准施工勘验 所谓的不准施工勘验 已经施工一半了 还在啊对不对 房子又不会跑 风又不会吹倒 他就是所谓的这个土地有纠纷 那你土地扣押 那你台北市政府要尬一脚 这个奖外安自己要去想一想 坦白讲奖外安自己要去想清楚一点 那他现在就是说 什么叫扣押土地 大家可能搞不清楚怎么扣押土地 你要办不走你怎么扣押 简单讲就是不能转让 而且不能转让你所谓执扣里面所谓110亿 那个土地不止110亿啊 是不是 那其他部分区分可不可以卖 他切割好就可以卖啊 他就把那部分切割出去就可以卖 为什么不行 他就不让你盖 那是讲完自己要去负责嘛 就像以前柯文哲说 不让大巨蛋盖一样的情形啊 所以这个里面就会很比较复杂的一个政治作用 那反正就是看柯文哲这个案子 他们要起诉大概就是起诉土地罪 因为到今天为止找不到他任何收回的证据 有收回的证据会比较好办 没有收回的证据 检方头痛院方也头痛 等于是你硬拗嘛 简单讲你要硬拗你的法律啊 你就坦白讲就有完没完 然后这个所谓的柯文哲 有什么心理上的弱点 我是不知道啊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医生 所以我不了解 但是关键是什么 他还没绝食 就苏志芬绝食 苏志芬收了五百万 还不止吧 我忘了他收到多少钱 他说他政治现金 检察官说是你受费 那结果他怎么样 他在看守所里面绝食啊 绝食以后外面群众包围啊 对啊 对啊 然后蔡英文以党主席之尊 下令组织所谓的律师小组 把那个检察官所办的案子 全部翻出来 找任何可能的疑点 通通告到法院里面去 让他忙的不得了 最后检方投降啊 院方投降啊 简单讲就是 就是你 你要去用一种很莫名其妙的 这个距离很远的图力 所以扣这个案子 只是你开心就好了 反正你赖兴德开心就好了 所以你觉得柯文哲现在还没有放大绝 还没有出最后的一招 两方面都没什么放大绝 放大绝就是柯文哲 可能到处绝食啊 对不对 让你去办嘛 对不对 至于所谓的什么律师皇帝营 他明明不是中国人 干嘛取个皇帝两个字呢 实在是 这个我觉得是不必要的 所谓你说强制道庭 又什么呀 对不对 你能处他不走 你能强制他什么 如果你在外面你说可以逮捕啊 什么东西 积压啦 然后收压啦 等等 他现在就被你积压了 对不对 那你延长积压 你延长吧 对不对 死猪不怕开水烫嘛 那你说从中量刑 那检察官说 请求庭上从中量刑 对啊 说what 对不对 简单角色已经卡在那边了嘛 因为检察官你就找不到 一开始假定他有收费 就搞我老板你没有证据啊 所以才需要使这些怪招嘛 每一样都是怪招啦 没什么 跟案情本身的本质没有帮助 平常印象是没有什么帮助 对不对 因为最源头的就是我讲 政府为什么要奖励龙基 是因为先剥夺老百姓的龙基 那我再奖励给你 为什么要剥夺他 以前在日本殖民时代 盖房子哪有什么龙基率啊 你爱盖多高的盖多高 盖多大多大 林家花园盖多大多大 那因为后来为了要总量管制 我们就依土地不同的性质 限制最高的龙基率 然后看一看说 我给你的法定龙基 你不会把房子盖得太好 所以我就鼓励你一下 你如果盖绿建筑 我给你多少 资维建筑多少 马路浪出来多宽 我就给你多少 奖励龙基原来是这样子的 全台湾哪个案子没有奖励龙基 都有 我跟你讲都有 所以你拿这个去扣他说他是不罚 很好笑 你先把101给扣一下好了 101奖励龙基吓死人 有没有什么都庚 都没有啊 就是凭陈水扁一张嘴啊 就批啦 而且更扯的就是101 很多东西不算入法定龙基 不算入奖励龙基随便你盖 所以才能盖得那么高 那我们台湾人觉得哎呀好棒棒 101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高楼 所以我们都不计较这个东西啦 那你在进化成人什么不同 没关系啊 这是标准的一个政治斗争的螺织案 就看这个柯文哲 这个是不是九命怪貓嘛 那看你赖清德能混多久 就这么简单 这个已经没什么好的嘛 那那个至于其他人 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嗯好我们来看到 柯文哲在上个月的5号 是被法院裁定羁押禁件 今天呢10月5号 其实已经满一个月了 这个是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陈佩琪呢 时隔44天有在脸书发文 他特别晒了一张夫妻的合照 同时呢写下了三个字很想你 好当然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但是接下来我继续来问一下兵哥 你觉得北俭这一回提出这个动作 他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真的想要兵沈沁金跟 应小微转做污点证人的话有用吗 我觉得陈佩琪现在这样做法就对 就是他不要再去扯什么案情什么东西 就是打温情公事这个就对 那你说北俭现在出这个扣押的招数 那当然就是想要逼迫沈沁金 因为我觉得他的目的是干什么 他的目的是让银行去抽 威京集团的银根 然后就是让沈沁金整个事业陷入危机 然后看他会不会转做污点证人 可是我老实讲 我不认为沈沁金有这么简单 有这么简单被你吓到 我不认为 你觉得这个动作没有办法 我认为我认为沈沁金 拜托沈沁金又不是没有律师团的 他早就知 我跟他讲会发生 检察官会采取什么动作 他律师团一定都研究过了 一定都帮他想好一些相关备案 所以我认为要下到沈沁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检察官就继续尝试看看有什么动作 但是呢 一直到现在你看一个月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 真正能够牵连到柯文哲的金流 我跟大家讲到现在检方还没查出来 你说朱雅虎认罪他到底认的是什么罪 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认罪 我觉得恐怕都是问题 因为现在看起来检方跟法官好像认为他认罪 可是搞不好朱雅虎根本不认为自己认罪 朱雅虎搞不好只是认为说 啊对啊就是我们有每一个人都有 那个捐30万政治现金给他 那至于说这到底算不算认罪 这个就恐怕各方的定义不同 所以如果假设真的是这样状况的话 搞不好朱雅虎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有罪 所以柯文哲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拒绝到庭 我是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在我看来比较像是小孩子在闹脾气 我比较倾向于这种感觉 至于说他怕 然后讲怕有什么用 难道他不出庭 就检方就不会办他了吗 他一样会办他啊 所以而且我说真的啦 黄定颖也不要在那边假搞 强制强制到庭 检方本来就可以做这件事啊 那为什么检方没做 强制到庭是在外面强制到庭 你是不是在看手手里面强制到庭 看手手就是我叫你出来 看你要不要出来 你不出来我也可以强制强制居体 但是问题是检方都不打算这样做 表示什么你知道 表示没有用 表示检察官自己都知道 其实你把强压到庭也没有用 因为他就不吭声你能把他怎样 你还去打成招吗不可能嘛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柯文哲其实错是错在哪你知道 他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 对没错 他如果一开始那一天 他在那个他家那一天 我现场我就拒绝接受 有种你就拘捕我 那你拘捕我的时候就学阿扁这样 就这样出来 出来之后我就开始绝食 你问了什么我一概不打 有种去找证据把我抓起来 林北就是不理你 应该一开始就要这样做 检方才会吓到 你现在在做这个动作 就没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你不出庭 你不出庭又怎样 反正我也知道问你也问不出个所以 检方现在就是在找朱雅虎 找沈青金找应小薇 他在兜 想要把这个金流兜上来 找李文忠 就是要兜 但是 据我所知啊 我看他 以他目前现在这个动作判断 我认为他还没有兜上 如果已经兜上的话 我告诉你啊 他现在已经在习起诉书了 对 就这样而已啊 就这么简单 他一直把他押在那干嘛 押的目的就是还在找证据 他到现在至少证据还没找全 所以我觉得这场下我的拖 我甚至认为可能会继续炎压 所以就是另外两个可能性 延长羁押跟从众量刑呢 我跟你讲 什么从众 因为黄定英的逻辑是什么 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因为你那个犯后态度不佳 对你拒绝配合 所以会从众量刑 请问一下除非柯文哲认罪 除非他认罪 不然的话 当然都是犯后态度不佳 跟他从众量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就不认罪 柯文哲一定不会认罪的 所以只要他不认罪 就一定法官就会从众量刑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已经根本不是一个选项 你知道 因为柯文哲不会认罪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律师 根本就要给一个好 他根本就乱扯 那我想再问你一下 就是说现在呢 因为台北市政府态度已经说了 就是先不准事公勘研 这个部分对沈信金 还有对金华城来讲没影响吗 当然会有影响 但是我认为沈信金应该早就准备了 因为他自己心里头也知道 这个案子闹这么大 他如果连这一点都算不到 那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集团 为什么可以搞这么大 那现在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简方是故意要逼 银行团去对整个魏晶集团抽银根 那如果银行团真的抽银根呢 真的抽银根 我跟你讲 魏晶集团你认为他没有其他的准备 他的资金来源只有这一点 倒霉的是银行团 因为到最后你知道 你知道这年头是怎样 再多不愁 对对对 因为到时候你收不回来 我倒了 我倒的是你银行要跟着一起倒 因为我的钱都是从你银行来的 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大的财团都在玩银行的钱 没有人在玩自己的钱 所以到时候谁倒霉还不知道 今天就要利用尽量 你现在不过来 你也是这么多的 你一天